国人对知识产权的衣食有逐渐提高的迹象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长南多斯里亚历山大指出 根据我国知识产权局的数据 在过去的五年收到了超过31万份的申请 当中来自本地企业的申请就占了40% 中来自本地企业的申请 亚历山大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 回答了沙拉越政党联盟务动国会议员拿督罗伯特·劳森的提问 他指出从2019年开始一直到今年1月 知识产权局已经展开了308项知识产权省觉活动 当中包括在社交媒体主办相关主题的网络研讨会 政府也向为企业设立的知识产权申请基金2.0计划 拨款400万令吉 预计从今年到2025年4年期间 将让2000家企业收贿 透过保护知识产权 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进而刺激国民经济 感谢观看